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很高兴今天又在影片中跟大家见面了 老师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滑蛋虾仁 很多人做滑蛋虾仁都会常常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炒起来蛋归蛋,然后虾仁归虾仁 每码集合在一起 或者是我们炒出来的蛋不够软嫩 所以老师今天要以最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怎么样来炒出好吃的滑蛋虾仁 那我们今天所有食材如下 好,那老师会特别介绍一个今天的食材 因为今天炒滑蛋虾仁一定要用到蛋 老师特别介绍十八样厂红玉鸡生的小腹蛋 小腹蛋有几个特色 生蛋的母鸡全部吃非鸡改饲料 而且饲养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不投药的 这就是我今天要呈现给大家的小腹蛋 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虾仁 我们买虾仁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你可以买带壳的虾子回来剥 虾壳可以用,虾仁可以用 另外一种就是老师今天用的 老师专程就是买一个虾仁回来 现在就教大家来处理虾子 一定要把水分给擦掉 虾仁来进来铺平 下一个动作用按压的方式 然后我们虾仁的水分吸干 吸干就好了,我们不需要过度的让它太干 因为太干了之后虾子水分就不够了 擦干的虾仁准备来做腌制的动作 酒,盐巴,太白粉 拌均匀之后呢 在旁边浸汁一两分钟 那我们就准备把我们的虾仁煎熟 老师今天用的是锅宝的 鲁米不沾平煎锅 中小火就可以了 倒下油 放下我们的虾仁 在煎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可以闻到虾子跟锅底接触的梅娜反应 那味道是非常的香的 我们煎到大约是七分熟 到八分熟这个状况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起锅 为什么呢 等一下虾子呢 会跟蛋液再烧在一起 那烧在一起之后呢 它呈现的效果又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的虾子呢 我们就准备起锅好 我们先关火 关火之后呢 我们把虾子给拿出来 虾仁炒好之后呢 我们要先把蛋给打散 因为等一下我们炒的时间很短 先把蛋给打散 时间速度才比较好掌控 接着来炒我们的辛香料了 把油给摆进来 蒜末 姜末 辣椒 假如你不吃辣不要摆辣椒 那这个地方老师摆的辣椒 它不会很辣 台湾的那种大辣椒 它不会很辣 香气是够的 再来呢 我们摆一下葱白 老师是把葱白跟葱绿分开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等一下葱白的香气炒出来 葱绿呢 到最后再加 不但可以增加香气 而可以增加它的美感 辛香料 全部炒开 把味道给炒出来 记得这个全程 我们的火不要很大 很大的话容易焦 炒到我们闻到 整个辛香料的味道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来我们加上一些些的水 水进来之后呢 蚝油 糖 然后呢 先把汤汁呢 混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的火呢 我们就关小一点点 再把我们的蛋液给倒进来 虾仁滑进来 滑进来之后呢 蛋不要那么快去动它 等结加以后我们再推动它 这个时候呢 蛋也会熟化 我们的虾子呢 也会跟蛋结合在一起 差不多七八分熟了 我们就关火 放上一半的葱花 香油 胡椒粉 再做个翻动 蛋很滑嫩 虾子刚好熟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 滑蛋虾仁 好 那我们准备盛盘咯 今天的滑蛋虾仁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一点都不难呢 喜欢老师的影片 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加分享咯 那你有任何喜欢的菜色 你想要做 想要学的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给老师 老师就会教给大家 好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咯 拜拜 拜拜